時間過得真快 就來到我們今晚 押大續一曲 《櫻桃落盡春歸去》 是一首可謂流行的歌曲 是講李厚主的故事 李厚主李毓 他娶這個大舟侯鵝旺的時候 其實後來的小舟侯只得五歲 十年之後小舟侯只不過是十五歲 但是在那個時間 剛剛大舟侯就重病 小舟侯就趁著那個時間 去探病期間 竟然跟李厚通了情 結果李厚就寫下一首大歌名句 《菩薩曼》 寫得很耳利 在這裡有幾句說話 譬如說 他說 明月花明月暗 非兴無 今宵 走向浪邊去 產物捕金街 手提金樓鞋 即是將那個偷情時間的景況 寫得很清楚 是他這樣寫的 結果這首《菩薩曼》 響徹經詩 但是亦都被大舟侯看到 於是乎病況更加惡化 惡化之下 大家知道最後歸宿就呱呱塵 我們今晚請到 我們兩位好朋友 鄭聰小姐和李平平小姐 是為我們演出這首歌 《櫻桃樂盡春歸去》 請各位誓意欣賞 謝謝 vous 謝謝 再來 vel 仍满心秋 我途遍 点点滴滴 真是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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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名相思年约柳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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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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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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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